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們今天要講解鏡頭前面的 Efference 台語的走標 未開始介紹的走標前 也麻煩大家 按下Like和Share 給朋友 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便會第一時間討論大家 另外如果未有Facebook 朋友 大家在Facebook 上搜尋一下 前面的走標 也會讓大家加入討論和分享 好了 我們今天要看看新的東西 是甚麼樣子 好 來到你去片 好 又是這個牌子 那是甚麼牌子呢 是一個Efference 這個牌子 大家之前有看過的影片 對這個牌子會陌生 是可以用一個 可以看時間的藝術品 來形容這個牌子的手錶 包括之前做這個 轉子引擎那隻 和火星探索 這些都是很特別的錶 今天介紹這隻 也很特別的 是甚麼呢 是叫做 達文西密碼 中文名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這樣叫 但這隻手錶 是英文名 就是這個型號 是Inventor 達文西密碼 達文西密碼 我們來看看 第一人看看這個盒 怎樣叫達文西密碼 這是一隻錶盒 很棒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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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比上次的轉子引擎 都是同一個形態出現 很重的 跌到地上 千萬不要踏身腳 因為很厲害 好 那怎樣達文西密碼 話說這個錶 這個錶盒 我只想給你 你應該是開不到的 因為真的有一個密碼 即使我給你一個密碼 你也未必懂得開 我先說一說 好 我們先示範一下 騰龍花 看一看這隻錶盒 這錶盒是怎樣的 先找到位置 這裡是箭咀 這個箭咀 要設定密碼 這隻錶盒是叫Beerance 原廠設定出來的密碼 叫BHR 就在這裡 設定密碼 理論上 就會開到 不知道密碼 就真的開不到 即使我現在給你一個密碼 就知道了 是不是這麼順利 又未必過 這個錶盒真的很有趣 我先試一下 BHR 因為怎樣說 它設定得很正 而且正得來 又要有少少偏差 我現在試一下 看是否順利 理論上 是可以開到的 BHR 但又可能有少少卡住 要有少少 它是有少少技巧的 因為這個真的密碼 歪了少少都不行 設定得很正 先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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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一隻錶 好 真身就在這裡 錶盒介紹完 好 先拿開 好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 欣賞一下今天的主角 這隻錶 轉移一點 給大家看看 這隻錶盤 這隻錶盤 真的非常漂亮 這隻錶盤 這隻錶盤 基本上每隻錶盤 都是由於一件可以看時間的藝術品 大家看到裡面很複雜 但複雜得來 也不是很難看時間的 首先我轉一轉給大家看看 我轉一轉之後 可能大家就會明白 首先這隻錶盤 它採用了 一個複雜的設計 又是非常立體 側面 可以看到 這個錶面 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 那個 機械的部件在上面 其實都是沿用 Ether 224機芯 加上一些 很複雜 又很 轉體上很漂亮的 機械部份 就是這樣 怎樣看呢 大家可以留意 上面 0,15,30,45,60 大家很清楚 是分中 所以分中 就是在上面 不是正常看錶的方法 沒有時分錶針 那些 怎樣看呢 大家再看一看 正在轉的盤 中間式轉了 其實也不是很中 中的低一點 這個轉盤 正在轉 有它轉給大家 欣賞一下 一邊轉一邊轉 大家是否覺得 這個圈很熟 後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沒錯 是用這個 設計的 這個 錶盒 蓋 就是中間的圈 再加上 一些 三角形的 標誌 在這裏 現在 正在轉 三角黃色點 這三角黃色點 也很可愛 近一點 給大家看看 這三角黃色點 分別就是 每個黃色點的黑度 都可以有四個形態出現 而這每個黑度 只有一個可以坐落在0至60分 這樣就可以看到幾點了 這個來示範一下 這個四字 這個三字 這個三字 其實這三個黑度 每逢落到6點 都會轉 狀態 好像現在 下面 這裡 就轉了 5 而上面 是4 現在就是4點15分 轉上去4點30分 而此類推 再上去4點45分 到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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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去5點00分 而5點00分 在下方 第二個黑度 又再轉了 六字 轉了六字 轉了六字 其實每一個 轉盤三個黑度 都有四個狀態出現 分別是 1 4 7 10 2 有幾個形態 而它 其實它 怎麼轉呢 有一個透明的片 即是 這三個黑度 即是 轉圈這三個黑度 有一個透明的片 而它一轉到黃色的底色 就會透透了數字出來 所以 感覺上 好像有點變魔術的感覺 突然 過了六點位 這裡就轉了一個字 舉個例子 四字 這樣轉 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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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六點位 一轉 四字 變成七字 四字 不見了 很可愛 因為是透明的 再加上它的背景 有幾個角色 有幾層的效果 更加有神秘感 接下來 五字 五字 一轉 變成八字 有趣在這部分 對 整體來說 標體時間 就是用這個方法 除此之外 有一個很隱藏的 也挺隱藏的 就是日曆 那在哪裏呢 就是這裏 7號 交易力 都可以這樣 給大家看看 8號 9號 很小的日曆 有一點隱藏的感覺 挺有趣 這裏還有一個偏偏的 不知道為甚麼 對 現在 近了一點 大家可能會看得更加清楚 好 近了 近了 再轉了幾個圈 給大家看看 轉啊轉啊轉啊 是不是很漂亮呢 也很清楚看到 標本的立體 那種感覺 你看看 0-60 黑度 是一個弧形的 有一些很密集的黑度 顯示到 很漂亮 還有一個黃色底 就是一個黃色黑度 配襯了 更加突出 就是這樣 而下面6點位 有隱藏的 看到的 Bearance Inventor 這一個字 側面再看一看 即是 Zoom近一點 大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欣賞下一件 可以看時間的藝術品 好 看看旁邊 我霸的 很簡單 霸的 有這個Bearance的 標本 都大致上是這麼多 亦都欣賞完了 整體來說 基本資料 都說過 機身是224 直徑42mm 厚度是14mm 錶耳是20mm 整體來說 錶頭就是這樣 真的 這個錶盤很漂亮 好 看看錶底 用一個透底的設計 透底的設計 嘩 好漂亮 雖然它是224mm 但它的打磨是很漂亮的 看到那224的機身 全部都拋輸魚鱗紋 可以說一個高級的224mm 那當然 高級價錢 高級打磨 好 這個錶底 也是沿用 這個 修羅斯的底蓋 因為它本身 不是什麼潛水錶 所以 防水功能 都是基本防水50米 但整體來說 這些錶是這樣的 這些斯文錶 這些是藝術品的錶 防水一定不會高 是不是潛水錶 那 Survive Crystal 就基本 好 再放近一點 再看看機身 哇 椅子很漂亮 嘩 真是 錶面和錶底都這麼漂亮 對 錶頭帶就這樣 而錶帶方面 其實之前幾集也有提及過 這隻牌子 之前提及的皮帶 這隻是鋼帶 上次也有介紹過 這款錶帶 特別之處就是 這個橋 收起來 嘩 基本上錶帶一樣厚 這個設計 真的 真是 真是正 對 就是這樣 而那個 之前也有提及過 這隻錶帶 是不用用工具 可以改變的 後面有些按鈕 從近一點 給大家看看 這些是按鈕來的 按鈕 它會彈出來 這隻 現在就不示範 因為這條錶帶 包著全新的 不動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二三四五五個按鈕 按鈕 一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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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正 就是這樣 好 最後再試夜光給大家看看 好 試夜光的燈 好 來吧 好 看效果如何 夜光方面就是黑度 還有數字 都很清楚 黃色的位置 都是全都是夜光 OK 挺有趣 好 先開燈 先開燈 好了 今天介紹這隻 達文西文馬 大致上 多了 大家給這隻 錶的感覺如何呢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還有在下面留言 最後 也很感謝 Paris生 Kornos 給我拍攝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店裡 看看實物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 點我 好 今天介紹的大致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